有人问我 主播和大哥之间真的会有真爱吗 有 真的有 我和我直播间的榜一就是 画面上这个年轻漂亮的主播叫小丹 他提到的真爱大哥 今年60岁叫杨勇 一见到直播的小丹 老杨就被迷住了 出手阔绰的他 当即打赏10万元 一来二去 小丹主动提供微信 两人就此认识 很快见面 我给他安顿好了之后 他在这儿来玩几天 就这么个情况 爱美之心 人家有志 就发生了这个事 两个人就这样交往起来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 2019年8月的一天 杨先生和女主播的龌龊之事 被妻子无意间发现了 不愿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眼看妻子日渐憔悴 老杨心头开始有了一丝悔意 人就是 就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 那就是崩溃了 杨先生所说的是否属实 他和女主播之间 是否存在某种不可描述的事情呢 他找到金牌律师团 又有什么诉求呢 被骗了 这肯定要是追回来 谁是被骗了 谁也不能心感 第二 一定要为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是不是啊 我也不能独自那啥 杨先生说 迷失在婚外感情里的他 几年来一共给小丹转款百余万元 如今很多事实让他看清真相 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为了挽回妻子和家庭 杨勇决定邀请妻子一起 来到金牌律师团的现场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忏悔 打动妻子 同时追回打给女主播的 百余万夫妻共同财产